用Mac玩游戏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Why? 为啥用Mac玩游戏? 谁买Mac是为了玩游戏啊? 虽然苹果光靠手游分成 一年就能赚100亿美元 但Mac游戏玩家 自古以来 一直是整个玩家群体里 最不受重视的 大家的印象都是 Mac定价贵 性能不强 支持的游戏少 点开Steam上的MacOS板块 里面的游戏 又小又少 你看这是什么 赛博朋克2077 竟然可以在Mac上 稳定流畅的运行 音频 图像 手柄操控 都很完美 帧数竟然还有60帧 一个专门为Windows开发的游戏 没有经过任何的移植和优化 能在Mac上流畅运行 这都要归功于苹果最近发布的 一个神奇软件 GPT 不是那个GPT 是Gameporting Toolkit 游戏移植工具箱 苹果今年开发者大会 花了好大的功夫 把小岛修复找来展台 移植了死亡搁浅 就是为了大张旗鼓地 吹吹这个Gameporting Toolkit 在我调查了一番之后 也觉得确实值得好好吹一吹 因为它很有希望 会成为Mac游戏 开始崛起的拐点 但是首先 为什么Mac游戏体验 是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 我们需要把时间往回倒一倒 光环是一个专门为Mac开发的游戏 没有那么早 再后来一点 2005-2006年开始的 英特尔芯片时期 当时的Mac为了美丽和轻薄 牺牲了性能 游戏是能玩的 但3D游戏的表现很一般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好多游戏都是在MacBook上玩的 文明啊 炉石 而且那个时候很流行装双系统 我的守望先锋 基本都是在网鱼网咖的 装了Windows的iMac上玩的 现在看这事儿简直是太离谱了 但在当时 大家对显卡 什么零什么零的 完全没有概念 唯一知道贵的电脑 就是苹果电脑 慢慢的 苹果开始不愿意总围绕着 英特尔芯片来做硬件 2020年Mac开始使用和自家手机芯片 一样架构的自研芯片 M系列 M1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整个市场 对于笔记本效能的预期 即使纯笔性能也不怎么落后 运行起来呢是又快又安静 这是我第一次用上摸起来冰凉凉的笔记本 硬件很有力量 但因为改变了架构 双系统直接入土 难道苹果要永远放弃Mac游戏了吗 这个阶段 Mac能玩的游戏有这么三种 从iOS移植的Apple Arcade游戏 基本都是手游 原来英特尔Mac能玩的游戏 基本是些老游戏和小游戏 还有每年的苹果精血 比如波德之门3 生化危机村庄和极乐disco 属于是专为M系列芯片优化的 纯血原生大作 这些原生游戏运行起来都还不错 生化危机村庄 在M2 Max MacBook上1440p 默认画质可以跑到接近120fps 约等于一个终端游戏本 就连苹果在售电脑里最弱的 M1版的MacBook Air 风扇都没有 也能稳定的30fps运行 也就是说 所有在售的Mac 都有运行这些3D游戏的能力 嗯 就这些 原生游戏数量太少 是因为Mac游戏玩家的规模 对于开发者来说太小 这也不能够怪开发商 因为移植正经3A游戏的成本 真的太高了 难度也不小 3A游戏的Windows版优化不好的事 见的还少吗 移植游戏到Mac 成本高 收益小 这个时候就需要苹果来下定决心了 要么把Mac多卖出去一台 要么就是替游戏开发商 把移植的成本降到极小 Gameporting Toolkit 游戏移植工具箱 简称GPTK 就是苹果帮助开发者移植游戏的工具 它可以让Mac直接运行Windows游戏 GPTK不是模拟器 胜似模拟器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这个 复制粘贴快捷捷 在Apple Gaming Wiki这个网站上 有安装GPTK的详细教程 我只要复制上面的指令 粘贴到终端上就可以了 GPTK毕竟是面向开发者的工具 我们普通用户虽然只需要做复制粘贴 很简单 但是步骤很多 好 给我两个小时搞一下 现在是大概六点半 我看看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搞定 第一步找到我的小超 打开Apple Gaming Wiki 右下角还有个小广告 你不要以为你做的好看 我就别把你关掉 先下载两个东西 一个是Xcode 15 Beta版 还有就是GPTK 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复制粘贴了 打开Terminal 复制 粘贴 水车 虽然啥也看不懂 但是觉得好神奇 这一步呢 就是安装GPTK了 之后呢 它就要等长达一个半小时 我们先试一下 走你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这样沉默日期 好嘞 好了 现在是七点半多一点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 看来是我网速太快 然后去官网上面下载Windows版本的Steam和战网 不要吓错了 同样是通过代码来安装 好神奇 哦 有了 哦 Win版的 你看它 又Win又Mac的 混血儿 出现登录见面了 可以正常登录 这样就成功了 感觉自己有什么做了小偷小摸的坏事 感觉很开心的感觉 战网即刻安装好 咦 怎么到这里来这么慢 0%呢 哦 有了 一些Windows的感觉来了 一些Windows的感觉 正在启动 我应该听信它的谗言吗 你吓人呢 到底有没有启动 icon消失了 哎 出来了 可以登录啦 欢迎来到战网啊 到这里我已经成功安装了Steam和战网了 接下来就是下载所有我想玩的Windows游戏 我一共下载的11个都是比较新比较热门的游戏 9个来自Steam 2个来自战网 大部分都是之前Mac就算安装虚拟机也不能运行的游戏 所以我期望不高能玩就行 如果性能表现能够超过Steam Deck就算大胜利 可以啊 这表现 很流畅哎 哇 有45 45以上的FPS 天哪 这是不是叫做堪称完美啊 遵守一下娇规啊 遵守一下娇规啊 光影的表现也不错 我都挑不出来它什么毛病 天哪我在用Mac玩2077啊 哎呦 哎呦 中画质 缺微高了一点点 47 48 可以有的时候到50 60到不了 60完全到不了 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在PN4上玩呢 这就是Mac原生游戏 赛博朋克2077 哈哈哈 这间有80帧 7 80帧的样子 稳定又流畅 风扇完全没有声音哎 赛博朋克2077和暗黑4可以算是完美运行 如果使用Steam Deck给游戏打分的标准 那这两个就属于非常适合 甚至有点超现实 很容易就能忘记自己是在Mac上玩的 当然毕竟零优化 在其他游戏里还是会暴露出各种问题 智朗这个有点点小问题 就是如果想要一个比较高的分辨率的话 必须得是以窗口模式 全屏的话就分辨率降很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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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流畅 哎 哎 但走两步怎么又好 哎 哎呦 这个是跟之前我第一次上手Steam Deck时候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着色器的问题 一个新场景进来的话你只要转几圈让它渲染一下就好了 总体来说 智朗这个游戏是可玩的 霍格沃茨之仪 预渲染 但是它这个进度条完全没有在动 提前变异着色器果然是有用的 你看 是流畅的 哦 还是卡顿了 但帧率维持在450没什么问题 在M2 Max上运行的GPTK绝对超过Steam Deck很多 感觉差不多相当于3050 虽然不上超强 但也让人惊喜 还很新的3A游戏 Windows版 没有经过任何调试和优化 原生画质和分辨率设置 都可以直接在Mac上一键流畅运行 流畅到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 这是Mac 这是用了什么魔法 我怎么可能想得出来 连在跨平台运行软件领域 深耕多年的付费软件 Crossover也是一整个问号 即便Crossover已经能运行不少游戏 但对DX12一筹莫战 而近几年的所有新游戏 基本上用的都是DX12 用Crossover自己的话说 我们得出结论 并不存在能在MacOS上一键解锁DX12的魔法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不就可以做到了 总之 这个魔法按钮现在就是GPTK 其实亲身体验过后 我已经完全get到了它的牛逼 但我很苦恼 我没有办法跳过绘色难懂的技术术语 去向大家传达这种牛逼 直到我看到Crossover官网上对自己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翻译 这比喻好懂啊 移植 Crossover和GPTK在做的事 其实都是翻译 都是把Windows的软件翻译成Mac能听懂的语言 区别在于 移植是提前慢慢把书一本一本的翻译出来 而GPTK是同声传译 可以在阅读到Windows指令的瞬间 就立刻把它翻译成Mac能读懂的形式 就像语言格和不存在一样 国家级通传 不需要开发者做任何努力 最大的壁垒都被GPTK拆除 当然同声传译的效果肯定不会有 坐下来慢慢翻译来的好 同样GPTK也有它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兼容性难以预测 11个游戏里有4个都直接闪退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法环和双成型则遇到了经典的 反作弊和启动器问题 绕过这些以后 法环帧数还太低 有点遗憾 双成型 偶有卡顿 基本都不差 这是怎么个玩法 是不是太累了点 第二个就是翻译中损失的性能 GPTK实现Windows的运行 需要经历双重翻译 肯定会浪费很多算力 具体浪费多少 用零媒来举例的话 GPTK和原生ARM版对比 性能损失差不多 刚好50% 这可是不少浪费的潜能啊 这50%性能的优化 苹果大概是打算交给厂商自己去搞定了 毕竟妥善移植的原生游戏 才是苹果真正想要的 到今天 GPTK面试才不过一个月 这个并不面向我这样的 普通用户的开发者工具 想要通过帮助开发者了解自己的游戏 在Mac上的运行潜能 把它们争取过来 GPTK是Mac游戏到目前为止 卖的最大的一步 帮开发者在Mac和Windows开发之间 架好了一座桥 把移植收益和成本的不等式 狠狠砍了一刀 也是苹果在表达自己的态度 就是他们真的很希望建立起 Mac的游戏生态 如果计划顺利 开发者看到了自己的游戏 通过GPTK简单翻译 就能比较流畅地运行 发现不需要重写 全部的音频和图形代码 就可以快速编译一个 Mac的原生版本游戏 环境准备好 Mac上的游戏开发者 应该就会 从图里长出来了吧 当然如果计划不顺利 我还是可以继续复制粘贴 模拟游戏 也挺快乐的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对了 在微软收购Bungie之前 Halo原版真的是 专门为Mac开发的游戏哦